在《你看谁来了》的节目设置中 大来宾决定与任意一扇门背后的嘉宾见面时 栏目组将与使大来宾向其选择的嘉宾 提出五个有效问题 而这位嘉宾此时只能以文字形式 将真实答案呈现于房门屏幕之上 随后大来宾则需通过房门上答案 来判断房间内嘉宾身份 若判断正确则请出嘉宾 并进入下一环节 若判断失误 大来宾将接受惩罚 想先见哪一个房间的人 应该不会想到 不知道 就没告诉他知道 在他心目当中 像我这个身高的房间 几乎是为例的 倒着来吧 三号房间 三号房间 好 请提出你的第一个问题 你有五次机会 请问你是男的还是女的 大家都这么问 男的 男的 你是在仪式圈发展吗 仪式圈发展 准备去唱歌了 亲爱的 准备去唱歌是吗 跟我一样跨界 对 那你是高个子还是矮个子 比潘昌江老师高多了 潘昌江老师招手惹谁了 对 抗强了 第四个问题 你是年长一点呢 还是 跟我比 是年长一点呢 还是 约约的 比我小一些呢 比你大 比我大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还有问什么呀 我还 突然不知道问什么 为什么好呢 你可以问他哪里人呢 万一要那种 你可以问他 你喜欢我吗 你喜欢我吗 这问题就浪费了 不是 你可以问他哪里人 真的 你是 请问你是哪里人啊 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 这人够坏的 这够狠的 你猜是谁 十有八九 不离十啊 先猜杜旭东老师吧 确认吗 确认 好 那么到底三号房间中的 是不是亲爱的杜旭东老师呢 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打开三号房间 打破了 你们 掌声有请 很高 很高 受苦了 我 你说我竟然 我的妹妹受苦了 是啊 把这么颜值这么好的人 拆成了杜旭东 我就提醒你了 著名歌手汪正正 曾以一首《超越梦想》 被观众熟知 超越梦想 一起飞 你我需要 真心面对 而作为内蒙古姑夜的汪正正 与天津的媳妇余月仙之间 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哎 你们俩熟悉吗 这个话呢 给我来给解释了 我跟月仙妹妹 我们是一种什么样的亲情 和家庭的这种温暖的家人 不是等一下 你先说你跟她熟吗 你跟她熟 你先 太熟了 月仙妹妹呢 如果是从年龄上 从我这边论的话 对 我得叫她妹妹 嗯 但是要是从我爱人那边论呢 咱们这不都是内蒙古 啊 她就是内蒙女婿 她就是变妹夫了 对啊 我就变成妹夫了 哦 也就是说你媳妇跟她熟 对 大家刚才看见了吗 咱们余老师 可能你们都没注意到啊 哎呀 她过去是一个 专业是什么 她不是一般的舞蹈艺员呢 嗯 没有 她是沈阳音乐学院 哈哈 这个 舞蹈系的高材生啊 掌声吧 啊 看你有点大 不大 我觉得一点都不大 我呢是 我从小是一个狂热的业余舞蹈爱好者 嗯 就是因为我的身形 我的 我的这个条件 不完全当 不能不 就是不适合当一个舞蹈演员 但是呢 我因为那个时候特别的狂热的追求 嗯 我就有幸到沈阳音乐学院的舞蹈系去进修了 进修了 进修了一年 那个时候 那一年 就跟我爱人 对 他们就成为校友 同学吗 同学 我并是一个插班生 就跟他爱人是一个班的 老同学 天哪 我说怎么会这个大脚来请 汪 哎呀 汪 汪 你怎么叫来叫 汪 汪正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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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请他来做嘉宾 我跟你讲 岳仙呢 他就无时无刻的 他就琢磨怎么找不我 我找不你啥子 你那名字你自己姓 但是他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你就知道了 不 谈恋爱之前我 我那个还 好像还没听出这个事 没有 是这样的 这个中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 隔了十多年吧 十多年 对